春天是花开的季节 早上天空中有着厚实的云朵 微凉的气温下 震震的春风吹了过来 这雨似乎是随时要飘下来的感觉 今天想去彰化的扇形车库 为了排除心中的煎熬 先在背包里带把折叠伞 再往上确认地点 与相关地理位置和行动线路 再查清楚开放参观的时间 平日扇形车库开放参观的时间 是从下午一点至四点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来去彰化走走了 由于要去的地点都在火车站周边 这回就选择搭乘台铁的区间车 便捷的交通网缩短了城市间的距离 也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游走于景点中 可以更深入地去了解其中的细节 下车后看看时间 这时刻正处于饭点 遵循国父一较名声优先 就先觅食去吧 彰化是一个充满美食的地方 来到彰化一定要尝试传说中当地的美食 每一种食物都有其独特的风味和特色 离战前不远处的肉园店是有名的传统小吃 以其口感鲜美味道独特而闻名 肉园是一种已精致的米皮包裹鲜嫩肉馅的料理 通常使用猪肉和香菇等配料 再加上特制的调味料和汤汁 这肉园的特色是米皮口感软嫩Q弹 再将鲜美的肉馅包覆其中 吃起来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感 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游客 都会因为肉园的美味而一时在世 是彰化不可或缺的美食之一 位于彰化是后站附近慈修路的饼店 在这徒步的行程中 距离算是不远的地点 商品中又以传统的马蜀而闻名 马蜀是一种以糯米粉制成的传统台湾点心 口感柔软Q弹 且具有浓郁的糯米香味 有传统的红豆花生和芝麻等口味 或许是当天现做 因此吃起来特别新鲜 买了一盒花生和红豆口味的来尝尝 红豆馅甜而不腻 花生馅香气十足 真的还不错吃哦 绕了一圈之后 今天行程中的重头戏来了哦 彰化扇形车库位于台湾彰化县彰化市 是台湾现存唯一一座动态保存的扇形车库 也是台湾铁道文化的重要资产 2009年彰化扇形车库被指定为国定古迹 并于2014年重新开放参观 扇形车库的设计 可让火车头在转盘上旋转 以便驶入不同骨道进行维修保养 在这时代中扇形车库是不可或缺的铁道设施 彰化扇形车库的建筑形式 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并以红砖作为外墙 车库呈半圆形其中有12骨道 以吊车转盘为中心放射状排列 车库屋顶为高耸的三角形设计 可利于通风排烟 在转盘边缘有一座瞭望台 可以由高处一览车库的全貌 车库内停放了一辆CK124号的蒸汽火车头 在台湾岛内这机车头应该属于国宝级的位阶 还有零星的停放了几部活有历史的柴油机车头 这些火车头都是台湾铁道史上的重要文物 见证了台湾铁路的发展历程 彰化扇形车库除了是铁道文化的重要资产 也是彰化式的重要观光景点 来这里参观历史悠久的扇形车库建筑 欣赏不同型号的蒸汽火车头 这些有历史的老东西值得细细品味 现场扶老稀有的人群中 只见小朋友来回奔跑着 大人们则是忙着拍照打卡 也可听见柴油机车发动的龙龙引擎声 和那弥漫于空气中浓浓的柴油气味 整修得光鲜亮丽的CK124号的蒸汽机车头 默默地停在车间中 老机车头在完成历史任务后 停在这里静静地看着无数的人来人往 看着日出与日落 近百年的岁月就这么走过 离开扇形车库后 看见对面那片台铁员工宿舍群 老屋的上空被整片高大仓镜的老树遮蔽了 我走向老屋也进入这一片宁静的岁月中 宿舍建筑风格 就是记忆中的眷村模式 斑驳的墙面和微微斜青的屋顶都是时间的见证者 述说着昔日的辉煌与落幕后的沉沦 宿舍群的建筑风格是日式的木造房设 红砖墙面搭配木头窗框 走进巷楼内怀旧的氛围便迎面而来 将我带回了过去 时间似乎是停滞在数十年前 透过窗户看见了一个个温馨的家庭场景 这老屋记录着曾经的欢笑和泪水 一棵棵的老树树干斑驳之夜仓景 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 抬头仰望着天空 感受到了宿舍群的独特魅力 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建筑权 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一段时光的流逝 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的真实与温暖 感受到时间的沉浸与流动 这里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 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但是宿舍群的历史价值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它仍然是台湾铁路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 淡淡的三月天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大型宗教活动的热潮正在进行着 妈祖婆的粉红超跑刚刚走过 空气中飘着淡淡的香火气息 和激情过后的烟消味觉 街道上车站月台上火车上 处处可见橘黄色的鸭蛇帽 就如同妈祖婆的关爱无所不在一般 在妈祖婆的庇佑下 彰化半日游有吃有玩 真是太完美了 谢谢您的收看 下个影片再见了